午餐 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尾恩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一路从居澤公园散步道自由之丘 我們是從居澤大學站的居澤公園口出發 居澤大學站位在比較少人知道的東極田園都市線上 在這條線上有許多悠閒的住宅區域 那我們從車站大概走五到四分鐘就可以到居澤奧運公園 那這個公園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不同的運動場館 加運動使用 像說軟視野球、路上競技場、體育館以及棒球場等等 那因為這邊是一個運動型的公園 所以它跑道的設計也非常的有趣 它最內側是騎腳踏車 中間是跑步 那最外側是拿來散步用的 那我們就不跑步來大家在這邊走一走晃晃吧 居澤奧林匹克公園是在1964年的奧運時建成 通廣的園區內包含棒球場、網球場、游泳池、體育館等多種運動設施 那這個公園除了運動之外當然也有不少休憩的地方 那日本的公園因為都蠻大的 所以特色就是有販賣一些簡單的食品 美國人魚 現在還有後面這麼可愛的協力車是不是 有點像 這邊有給玩集訓運動啊 像是滑板啊 或者是那種很特技的單車練習的場地 我們現在來到公園的中央廣場 那這邊還蠻常舉辦一些活動 像今天的比賽就是全國高中生的足球大會 好,我們逛完了要離開居澤公園囉 那如果大家逛逛餓了之後啊 推薦來這邊吃 AS Classics Diner 它是漢堡百名店 那店是我們常吃的 在六本目的AS Classics Burger 它的本店 然後它常被評為是日本最好吃的漢堡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在台北路路上有3.7分的高分喔 超級爆滿的耶 我剛剛一咬 你看 那個雀的醬我還沒吃 已經先掉一大塊 然後它那個醬啊 很肉末很香 然後也蠻辣的 然後搭配上那個起司 還有那個牛肉蠻飽滿 然後又有點多汁 然後我最喜歡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這個麵包餅 好得很脆 Bacon Cheese Burger 好好吃喔 這個寶寶每次在AS Classics 就絕對是點那個Bacon Cheese Burger 它的Bacon給的非常非常肥厚 然後給的3大塊 然後它的BBQ的醬 再加上這個肉片 真的是絕配啊 從光園大概散步10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進到自由之秀區 那從這個區域開始啊 就有蠻多的麵包店啊 還有甜點店 大家可以來這邊走走逛逛 那我們來帶大家來看看這裡 從來自由之秀巷弄的熊野神社 現在剛好是新年的期間 所以可以看到後面大家都在排哈斯莫鐵 所以可以看到後面大家都在排哈斯莫鐵 自由之秀區域以甜點為名 我們推薦一家高評分的甜點百名店 這家店啊 是自由之秀最有名的甜點百名店 Pâtisserie Paris Ceviche 這家的Tafé Look上面有3.9億的高評價 我點這個是Fig Orange 其實代表是橘子巧克力蛋糕 它這個刀子啊跟叉子感覺非常簡單 這個蛋糕啊 這個蛋糕啊雖然厚實 但是完全甜而不利 到可以吃到淡淡的橘子的香味 自由之秋這邊啊 是一個很悠閒的住宅區 還有很多甜點店等著你來發掘喔 自由之秋這邊要說是這裡有不行的天國 所以可以更悠閒的走 自由之秋除了甜點店之外 也以多樣化的日系雜貨聞名 多花點時間在巷弄中走走逛逛 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歡的店家 以上就是居澤公園山本島自由之秋的介紹啦 我是寶博 我是文 大家下期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再次ед Aurum 我們下期見 應該可以再 expects gid或沒 我們下期見